第五個 chapter 好,那我先 就是 開始 奇怪 全螢幕模式 好,ok 那第五章呢 基本上 就是我們 Name to Tetris 的最後一章 因為 系統軟體的部分 不會在這段課上面講 那所以 Name to Tetris 硬體的最後一章 就是第五章 也就是說各位從開學一直設計到現在 你應該已經設計過了 基本的邏輯雜元件 再來呢 還設計過什麼 來,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應該已經設計過了 這些邏輯雜元件 對不對 再來呢 你應該已經設計過了半加器全加器 16位元加把器 16位元遞增器 LU 再來呢 你應該從DFF開始出發 已經設計過1位元的儲存器 再來是16位元的暫存器 再來是8個16位元的暫存器的記憶體 就是8自主的記憶體 64自主的記憶體 512自主的記憶體 512自主的記憶體 4K自主記憶體 16K自主記憶體 再來呢 你設計了一個層次技術器 那這週 就是要把前面的東西全部整合起來 從這個記憶體 16K的記憶體開始去做出整台電腦的記憶體 整顆整台電腦的核心 CPU 最後把CPU和記憶體放在一起 線連好 做出整台電腦 好 這是這週的進度 那前面有一些圖片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在講逢扭曼架構的那些東西 那一些電腦的歷史 從八倍齊開始講 這個應該就不需要 這個記憶都有 好 所以接下來才是重點 我們要設計出Hack Computer 這一台電腦 它有ROM 唯獨記憶體 有RAM 資料記憶體 還有螢幕 記憶體 螢幕也要有記憶體 那鍵盤記憶體 鍵盤記憶體 只要一個字組 一個字組就夠了 還有CPU 最後才是整個電腦都起來 那指令記憶體 怎麼處理 指令記憶體 它的ROM 是用ROM 它32K 指令記憶體 32K的 是圍獨記憶體 再來RAM16K的 這個是資料記憶體 16K 再來螢幕呢 螢幕的部分 你看它的輸入是16條線 因為16位元 但是位置限15條 位置限15條 輸出也是16條 有一個RODE來控制 是不是可以載入 這個是螢幕的記憶體部分 螢幕的記憶體映射方式 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點都是一個位元 亮或暗 就這樣 所以一個16位元的字組 就可以代表16個點 所以這整個螢幕需要多少個位元 基本上這邊 大概8192 8K 就夠了 鍵盤記憶體更簡單 因為鍵盤記憶體 只要一個16位元的字組 就夠了 所以就16位元 一個贊存機就可以了 好 那記憶體部分結束了 接下來 你的記憶體其實 應該要接上螢幕 應該要接上鍵盤 而且螢幕上面有螢幕的控制器 鍵盤上面有鍵盤的控制器 但是 鍵盤和螢幕我們不做 我們沒有辦法教各位 自己再去動手做鍵盤 但是這個課程上面 它已經都設計好了 它程式已經都設計好了 你這個程式寫好 放在它的模擬器上面 你去跑螢幕鍵盤都可以用 最後的結果 會呈現在它的模擬器上面 那整個記憶體教課 會長這個樣子 16K的RAM OK 接下來8K的螢幕記憶體 和一個自主的鍵盤記憶體 就這樣 全部接起來 這就是完整的記憶體部分 不包含ROM ROM是放程式的 接下來要看的是CPU CPU怎麼設計呢 這裡 你必須要點 前面都已經做出來了 接下來設計CPU的時候 可以直接用LU 可以直接用暫存器 可以直接用多工器 最重要的是 控制線路怎麼拉 這才是CPU的關鍵 控制線路怎麼拉 那這裡 它有告訴你 這個CPU的輸入輸出是什麼 輸入 譬如說 記憶體的輸入 輸入線 指令 reset 重開機 輸出有 記憶體的輸出 或 是不是要寫入的訊號 還有 記憶體的位置 還有程式計數器 這些 那 這是整個CPU的指令集 那 它的指令 和機器碼的形式 長這個樣子 它有一個比較部分 那這個指令集 在我們上禮拜 請各位寫組合語言的時候 各位應該已經會寫組合語言 只是你不知道它的 機器碼編碼是怎麼編的 就是照這三張表來編它的機器碼 OK 那它的 比較部分在這裡 目標部分在這裡 跳躍部分在這裡 也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C1到C6 這是比較部分 加上前面的A 這是比較部分 再來的話 D1到D3 這是目標部分 那目標暫存 就是目標的暫存器 到底是 D A 還是M 還是三個都有 那Jump 就是 跳躍的 一些 控制 在這裡 根據這張表 那如果是001的話呢 它是JGT 所以是 OUT大於0的話就跳 如果是010的話呢 是OUT等於0的時候跳 像這樣子 那這邊是比較的部分 就是在它的指令裡面有那個比較的部分 那這是整個CPU的主結構 整個CPU的主結構呢 第一個 你設計的LU 已經設計好的LU 在這裡 有一個D站存器會直接進到LU 這邊有一個多工器 多工器前面呢 會連接A站存器 A是什麼 就是位置 D是什麼 Data 資料 位置 站存器 在A這裡 另外一個程式技術器 PC 在這裡 那就這些了 那M呢 M基本上是記憶體讀出來的資料 記憶體讀出來的資料 會在這裡 那這邊還沒把記憶體納進來 不過 你知道印M 是從記憶體拉過來的線 OK 那你必須要去設計最主要的東西 就是把這些東西通通都宣告成原件 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對應的線拉好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這裡 所有的控制訊號到底是什麼 這裡只寫個C而已 你必須要去想 我到底D什麼時候可以輸出 什麼時候可以寫入 那我這個控制訊號 應該是用什麼樣的位元當控制訊號 A什麼時候可以寫入 它要用什麼位元當控制訊號 LU的控制訊號是什麼 在什麼指令的情況之下 LU要做什麼運算 那我的控制訊號該怎麼處理 其實它設計的都非常簡單 往往這些通常都只需要一個位元就做到 最多可能是兩個位元的邏輯組合 OK 所以這裡 你一旦能夠根據剛剛那個線路 就應該可以寫出你的程式 然後接下來 就是整台電腦 也是一個模組 把它接起來 把你的CPU記憶體 接上去 OK 整台電腦差不多就完成 好 CPU 記憶體 但是記憶體有兩份 一份是 資料記憶體 一份是指令記憶體 指令記憶體 指令記憶體是RAW 唯獨 資料記憶體是RAW 還有包含螢幕的 包含鍵盤 好 所以呢 最後 就這樣 那後面他補充一些 後續的東西 我們會再補充 所以做到這邊 整台電腦完成 Time to Touches 的課程解決 OK 這週洗憶體 就是做這些 那請回去 有一些同學 就是他有一直跟著做 那像班上有一位同學 他好像今天沒來 奇怪 是不是昨天做太 寫程式寫太多了 睡著 那 他 有一直跟上 雖然他速度可能 沒有沒有跟上 但是他 有一直在跟 那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 他這門課學到很多 但是他其實還在第二章 或第三章 沒關係 如果你還在第二章 第三章 持續做 持續做 把這些起題 通通都做完 你會有很大的收穫 OK 所以這節期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把這些起題 通通都做完 那如果你還沒開始做 或者是 你還沒做完 或是你卡住了 那請記得繼續做 卡住了就問我 其實標準答案已經在網路上 卡住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答案 了解他的原理 之後再繼續做 如果你看答案還是看不懂 那請你一定要問我 OK 我告訴你為什麼他是這樣子 這門課的前幾週 那時候 Name to Tetris 基本上是實作導向 你沒有去做 這一段 就完全是 沒有學到 會白來 就算你有來聽課 但是沒有去做的話 其實也是很可惜 好 所以請各位 務必要去 把這些起題給完成 你會非常有收穫 好 那我們 講解的部分 就先到這裡 各位就可以開始 比如說剛剛的Ruby Jet compiler 你可以繼續看 或者是你可以開始做 你之前還沒做完的起題部分 繼續做下來